近日,第四届联度亚美商业援助峰会在纽约大学隆重举行 为期一天的峰会主题为 多元化与包容性是一种商业战略 来自全美各大型企业的高管 包括亚裔、拉美裔、非洲裔 以及多元化专家与职场领袖一道展开讨论 纽约市标志性领袖商梅西百货首席执行官 纽约证券交易所执行副董事长 Ashne Starward首席执行官 以及摩根大通副董事长 他们均出席峰会并发表了主级演讲 演讲的主题为 积极呼吁将思考转化为行动 推动职场多元化进步 当天的峰会设计与多元文化商业模式相关的广泛议题 峰会邀请那些已取得成就的人士 就如何克服文化障碍和公司制度等问题提出建议 同时 峰会还探讨履性领导人对美国企业的影响 以及猎头公司如何帮助企业改变领导力格局 峰会东道主亚美商业发展中心总裁王彰华接受全球华市记者东宏的采访 就多元化商业领导力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个题目我们在讨论到就是说是多元化以及这个包容性 这是美国当今这个商业里面比较重视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也随着美国人口的这个变迁 这个传统的少数族裔的逐渐将人口变成变成人口的多数 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个结构呢也有一定的变化 加上就说是这个就是这个消费者的话 也随着人口变迁有同样的变化 所以所以就说是商业上面他们也应该也重视到 就说是这个要继续能够在这个不断改变的市场中 能够保持他们的这种领先的地位的话 他也必须要有修改 所以这种修改就是当然要从这个多元化 以及这个包容性里面能够把这些不同的这些主义的人士呢 包括在他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高层 帮助他们在政策的制定上面呢 实施他们的话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这种改变来执行 所以所以我们目的也就是邀请了各方面的人士呢 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同时呢希望透过这种探讨呢 能够有一些寻求出一些这个方式 怎么样来促进 达到我们这个多元化以及包容性的目的 全球华市记者东宏毛洁 这种方式的这种方式的这种方式的这种方式